大家好,我是琦姐 今天我會去列治文 由早上飲茶 吃完晚飯才回來 中間那段時間去購物 看看有什麼購物 我都喜歡逛街 家裡有10元仔回來陪我 我就會很開心 出去逛逛 平時因為外子一直都要工作 我很多時候是獨行俠 自己一個人去走 或者和朋友去走 這段路途上想聊一聊 早前有個網友留言說 買了我現在的利息也比較高 他就覺得是否時候應該賣去呢 其實投資房地產和投資其他行業都是一樣的 有時候都很受大環境的形勢影響 說得逐一點就是有高有低 有時候順景的 起得很快脆 好像2000年打後 拿了在手很多年的一些舊屋 都可以趁機拿出來賣 賣得一個好的價錢 你覺得是地段好 或者是優質一點的房屋 我覺得是應該持有的 因為始終無論現在的利息可以升到幾高 現在很多大額的存款都去到5厘了 或者是一般都去到4.75厘了 但是這個利息回報 和投資物業的回報就差很遠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可以的 暫時性的高息 因為很多人初初買了一層樓 如果有下跌幅不是給得太多的時候 那你的供款就會供得大一點 因為前十年八載 我們的利息都相當低 很多人在那時候 就沒有去簽訂了那個利息幾多年 全部都開啟了 那時候有段時間的利息去到1.9厘 我覺得就很輕鬆了 但是現在你沒有定息 甚至你是定了兩年或者五年 現在已經到期了 那你再去renew新的貸款 那個contract 那就有壓力了 那有些人有壓力了 就覺得在供樓供到入獄了 可能那份租金都蓋不到 其實也都沒有人知道 那個利息還要多加多少次 那這些都是很多時候 我們加拿大的央行 也是看著美國來做的 那所以也都沒有人答覆得到你 再要多加多少次利息 我自己認為呢 是能夠頂得住 你應該做一個觀望的態度 去看定一點 因為買屋賣屋呢 是虧了就虧了的 除非你是有得賺的 如果不是呢 就真的沒有仇報的 虧了就真的虧了的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買屋呢 有很多重的意義 投資房地產 現在是說投資那一部分 不是說自住那間 銀行現在的定期存款 利息高 但是呢 你怎麼都跑不贏 那個房屋的升值 保本啊 還有那個租金回報 因為一間屋裡面呢 它不是說單一升了屋價 而是呢 它也都帶來每個月 有一筆的薪金 是吧 很多人就說 小小賺啦 或者打和波呢 就賣了它 將來再買回 其實呢 如果真是自己的能力 是覺得這個物業 棄之可惜 亦都食之無味的時候呢 那你自己都可以想想 是否要放棄呢 那其實我在80年代呢 亦都試過買過一些投資的物業 那當時我都好想快些供滿它 供那個本金呢 就基本上呢 是盡供的 收回那些租金 差不多供了下去 那樣 眾所周知呢 80年代 亦都是有一次呢 那些利息呢 就升到天價 就好在當時呢 那個投資物業呢 就是拼命去供 賺到每一分錢的租金都去供的時候呢 那就借了少少力 就沒有那麼大的衝擊 所以有時候都很難說的 投資的東西 無論你投資股票 基金 或者其他的投資都好 一定是有風險的 看看那個風險的比例是幾高的 是不是 總之都是那一句了 身在這個market裡面呢 一定要知道 高高低低就是上市 是吧 很多時候呢 就是平常心去過 是吧 有時候買了東西 懷疑自己 我是不是買貴了啊 是不是投資失誤啊 那你就去想了 有時候呢 就轉危危機的 有時候我們看起來 咦 好像是不是有哪裡做錯了呢 今次投資下去 好像回報不是我所期望的理想呢 你可能過一段時間 等到你消化了一些不利的因素之後呢 你又覺得 哇 我走過了啊 又沒有什麼啊 真是人活著呢 就是充滿著危機感 就算很多人退了休 退了休的人 你都要知道 要懂得通過投資 去拿到你的一些被動收入啊 令到自己的生活呢 是有一些保障啊 以前那些人呢 就除了投資住屋呢 那也都有很多人呢 就投資一些店舖的啊 現在這個形勢呢 拿著一些舖 有時候都幾頭痕的啊 那也都有很多華僑呢 他們會回到香港 投資一些舖啊 那買一兩間舖啊 來收租啊 但是現在呢 拿著這些舖呢 就都租不出去啊 相信現在就擔憂多個開心啊 是吧 特別做一些遊客生意的店舖呢 沒有了遊客呢 你那間店 真是你加多少租 減多少租 人家就是不租啊 或者呢 是在租約期未滿的時候呢 人家就已經是走了去了啊 因為他都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是吧 他也都沒有生意做 那他又怎麼交租給你呢 那所以呢 有時候投資都是分散咯 我就覺得是分散咯 兩夫妻有不同的行業 他有他做的事業 你有你做的生意 或者投資都是的 你有些投資在一些店舖 投資一些倉庫啊 入到一些冷凍的食品的倉 啊 船位啊 車位啊 你就把它分散去 打散去 是很需要這樣的 如果你說把一藍的蛋 放在一個籃那裏呢 如果這個籃旁邊 有些什麼風吹草動呢 就是大件事的了啊 我發覺近來呢 有很多亞洲新貴啊 怎樣為之新貴呢 新的製造業的很蓬勃的國家 例如好像印度啊 越南啊 越南啊 印尼啊 最近都很多那些朋友呢 過來看屋的啊 因為他們也是賺了很多錢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不要單一去看回自己的造業 我最近呢 都跟一些我自己在溫哥華 認識了很多年 越南人的地產經紀 在那裡聊天 他告訴我呢 他說近來呢 都幾多有錢的越南人呢 過來這邊呢 就視察 又去美國啊 又來加拿大啊 他們都是有幾大的義傭 想過來投資 或者是移民啊 相信遲些 如果一些朋友 想賣屋啊 希望那個市場 那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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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那個市場 好一點的時候呢 有新的移民啊 甚至是有錢的移民過來呢 那你賣屋呢 就有一個 承接你 摺盤那個市場在那裡的 所以呢 有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是 看定一點 那 千萬呢 就不要心急 是吧 好了 那現在呢 也都是 下到去 Granville 五十幾 六十街這邊了 那 那這裡一路過去呢 打下去呢 都建了很多些 townhouse 那以前這兩邊呢 都是一些獨立屋來的 那現在都基本上 要建的呢 就全建了 這一段呢 也都是變化最大的 很多朋友 最近回流回來呢 都走這一段路的時候呢 就說 哇 變了啊 這邊建了很多那些公寓啊 泊民啊 我說是啊 這一段呢 都是變化大一點的 啊 也都新正一點 那些屋子 好了 走了差不多 半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就來到 列治文 一間酒樓 我們早上呢 在這裡喝茶 喝茶的時候呢 就見到 他有一些晚餐 那些 海鮮餐 那我們呢 就 順便便 訂了晚餐 都在這裡吃了 那現在 真的是吃海鮮的 很好的時候 龍蝦啊 蟹啊 蟹啊 刀蟹啊 青口啊 那現在這個季節 都很肥美的 相信很多 溫光華人 知道這個季節 有這麼多海鮮吃 都會是出來些酒樓啊 訂餐來吃的 你說買回家 煮得不可以呢 是OK的 也都可以是 去超市 買回家 那一家人呢 就是 可以坐在家 又慢慢享受 如果你說 人不是這麼多的 是吧 也都不是說 好似那些 那些 港式粵菜的那些師傅 烹調的那些海鮮 那麼有水準的呢 那很多呢 都寧願呢 就開車出來 去一些雙熟的酒樓 吃開他們的烹調的那些味道 自己喜歡啊 那麼就會是過來選擇 在酒樓吃的了 那就好過在家 自己做 例如一個皇帝蟹 那你 整個 整十磅的皇帝蟹 回家自己來 斬啊 自己來 切啊 很大工程啊 是吧 也都做到周圍都 是 吃完之後呢 就有很多清潔的工夫 跟著來了 那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寧願呢 就出來吃了 那這間酒樓呢 早上過了十一點鐘之後呢 就推出一些花膠 扣鵝掌 那這些呢 就無謂在家製 我又覺得幾好吃 有時出來吃東西呢 就不是說我要貪便宜 而是呢 你想吃 亦都在家裏不想做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出來這裡來訂了 好了 那我們呢 晚餐呢 亦都在這裏吃 那我們晚餐呢 就 訂了一個皇帝蟹 大概都成十磅 兩三個人吃呢 就有點多 但是呢 皇帝蟹要夠大才有肉的 才好吃的 那我就寧願吃不完 但是呢 打包回家都要一隻比較大一點的 那才夠老身 那些蟹才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 用這個皇帝蟹三食 那些爪呢 就蒜蓉清蒸 那那個蟹那個身呢 就拿來做椒鹽 很好吃 還有呢 那個蟹蓋 就拿來就 蒲汁焗海鮮飯 很好吃 很好吃 也都認為這段時間呢 真是很划算 那我都會是想著 遲些在美國回來呢 都會繼續來訂這個餐吃了 我覺得 真是很划算 挺好吃 好啦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啦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